這個蘋果本來那個iPhone 14 Pro 那是賣的最好的 那它的去年10月在中國的市佔率是25% 所以華為這一支當然是會衝擊到 蘋果的高階手機 這是必然的 因為華為這一支賣6999 那台幣也差不多3萬左右 那蘋果顯然是比它要貴5000以上吧 3480已經出來了 3480 34800 已經出來了 已經公告 有報價 關價已經放出來 你講的是台幣 台幣34000 對嘛所以就是貴了將近5000塊 將近5000塊 那因為華為這一波坦白講有很多人是 懷念它那個麒麟晶片那個時候 坦白講中國品種還是有很強的愛國心 所以這一波一定會衝擊 這個還有隔10幾天嘛對不對 我覺得拜登事實上 因為最近聽到了習近平可能不會出席G20 那這裡就突顯出 事實上中國大陸大概判斷了 G20可能又會糾結在俄烏戰爭上面 因為上次在印度召的那個召開了G20的金長會議 就已經是這樣了嘛 那莫迪也無可奈何啊 大家如果記得那個場面 就G7來然後就跟拉夫羅夫直接槓起來了 那本來印度想要主導一些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問題 都完全沒有辦法 那再加上這個金莊會議剛開完 你總要凝聚一下嘛 那明年才會有 比如說到G20的正式提案 那所以我是覺得 中國大陸不去是很很可以理解的啦 就他認為G20大概 又會被G7來犯政治化 跟俄羅斯衝突 然後也很難有什麼結論啊 而且中國大陸本來就沒有期待在G20跟習近平 跟拜登見面 這個真的有 有突破的話 本來就是11月的APEC嘛 而且我們會看 先看到王毅訪美啦 就是延續的 你如果還有記憶就是 王毅不是見蘇利文嗎 在威爾納 那談了八個小時 然後之後就有四個訪問嘛 對不對 就是布林肯啊 葉倫啊 然後John Carey啊 然後Rabando 對不對 那訪問完了 還是要走原來的那個程序啦 就接下來又輪到 王毅跟蘇利文再見個面 那也許再見個八個小時這樣 那我認為大概議程啊 還有可能有交集的清單就出來了 那那個時候 拜登跟習近平才有可能真的見面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很務實的啦 他們也不會希望 既然要在美國見面 也不是來吵架的嘛 還是要有一些成果啦 所以我覺得G20 就是不會有那個高潮 這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嘛 拜登這個G20之後 然後隔天就要從印度飛到越南 對 那擺明呢 還要繼續炒南海的問題 所以氛圍也不會太好 所以我覺得 可以理解為什麼G20 會碰不到嘛 嗯 根本只是根據英國的一個媒體 那麼根據不具名的印度的官員報導 透露出消息說 習近平可能不去 那我們當時的判斷是說 激勵是蠻高的 不會去了 那拜登等於是間接的證實了 就是說他還是希望 跟習近平能夠在集團體能夠見面 那這等於是證實了 美國這邊的情報 或是美國的資訊 就習近平不會去 所以拜登等於是向習近平喊話 最後又改了 那就是代表 確實中國大陸 習近平應該不會去了 到今天為止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沒有把習近平會不會出席 這個G20的這個決定公佈 那就很明顯的應該就不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今天公佈的 李強去參加東協跟印尼 的這個會議 也就是去五天9月5號 一直到9月8號 所以參加了三場會議 就是10加1 10加3 還有就是他跟這個東協的 就是跟印尼的這樣的一個會談 還有去訪問 那我想這個部分裡面 也就是說他時間壓得很緊了 已經到9月8號 可是這個集團體是 9月9號 10號開 那所以等於是如果說 是李強去的話 等於是李強印尼結束以後 就轉往印度裡面 但是也很有可能李強 因為沒有宣布李強接下去的行程 所以也很有可能李強 就回到中國來 也有可能是王毅代表 習近平去出席 那習近平可能用 跟普丁一樣用視訊的方式 這個都可能性蠻高的 那我想這個始作俑者 我覺得印度要負很大的一部分的責任 印度在這次金專會議的時候 莫迪拉了習近平 在場邊有一個很簡短的會談 這個很簡短的會談裡面 印度莫迪就跟習近平說 中印的邊界定義中印的關係 就是邊界處理不好 那中印的關係走不下去 那習近平給他回答的意思 也就是不是這樣子 是中印的關係是多方面的 邊界的問題只是一部分 所以不能夠這樣子來綁架在 這個中印邊界上 接著印度就找他們的前 高階的外交官放出消息 說這次主辦方是印度 所以印度可能在接待 習近平的規格上會變化 那這個是威脅 這是恐嚇 這是勒索 這是外交上的極不禮貌的一個行為 你主辦方你要利用主辦方的方式 去羞辱一個國家的元首嗎 這個當然故意放出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就搞壞了中印的關係了 那這樣的話習近平可以不去 不去我看你目的怎麼辦 這場會 因為中國大陸這麼大的一個強國 他不去的話 坦白說中國大陸是領導金專國家的 那一個領導金專國家的一個這麼大的強國 他不去你印度 你能夠把這個議程弄好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印度是把自己的腳巴砸了 我最後講一點 我覺得華為是故意的 在雷蒙多還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因為雷蒙多要去大陸之前說 華為你再給我搞煙發 我就繼續制裁你 華為就告訴你 我用的就是中國的芯片了 中芯國際出來了 七零九百 九千出來了 而且我的速度很快 低調的高調的賣 低調的展出高調的賣 秒殺 我覺得這個對華為的愛用者來說的話 真的是蠻爽的 所以賴老師手上就是一隻華為 華為 不過這是舊版的 這是 因為現在台灣買不到 這個是30 這是MAT30 這個 考慮也去買一隻 覺得習近平不去G20的可信 可能性很高 這個中間我覺得有很強的一種策略的考量 因為如果G20不見面的話 那接下來就11月的APAC還有一個機會 但是APAC現在美國有一張牌 一直舉起不定 不曉得美國會不會打 就是因為制裁李家超的關係 就不讓李家超去參加這個APAC 這個11月份的峰會 因為香港是APAC的正式會員 那如果說中國大陸要停李家超的話 那麼他現在就等於說 你現在只有一個機會見我 習近平就跟拜登擺明 你就有個機會見我 那就是11月份的APAC這個高峰會 那你如果說你11月的高峰會 你制裁李家超的話 習近平絕對不會去 絕對不會去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對美國 在辦自己的主場上的時候 這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策略的運用 那另外一方面 其他的策略的價值呢 就是基本上不要去把這個G20 峰會的這個聲勢幫助他往上提 因為G20裡面說實話 最重要的兩個成員 一個是美國一個就是中國大陸 那麼如果中國大陸缺席的話 我覺得這種會議的代表性 我們開會就講代表性 代表性就打了大折扣 另外呢做出來的決策呢 分量也不夠 那本來這個現在 在這個金磚闊源以後 金磚的實力就已經超過了G7 所以呢未來是金磚主導的 一個國際秩序的情況之下 那金磚的龍頭就是中國大陸 那如果在G20的時候 那麼基本上如果習近平不去的話 G7的分量幾乎去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 就這麼大的分量 那再加上明年如果說這個 金磚再闊源 現在11個國家 明年在現在還有30幾個國家等在外面 明年再闊10個國家的話 就20個國家了 所以金磚本身就是一個新的G20了 還要那個G20幹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中國大陸有的時候 你也是必須要把自己的分量 藉著缺席 而不是藉著參加 而顯現出來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這次印度做這個東道主的話 印度絕對不會怎麼樣 公正的來處理所有的會晤的問題 他一定是怎麼樣 導向西方一面 那與其去跟著印度去背書西方的 對國際事務的觀點的話 因應選擇不去 這個已經發展到要做危機處理了 那危機處理你一定要有方案 不是來聊天就好了 所以岸田文雄 那公民黨本來要去嘛 那結果中方說你暫時不要 那現在又找二階俊博 這個是自民黨內的親中派 那我覺得恐怕也很難去 因為你要有方案 可是時間又很激 為什麼呢 因為9月3號是日本 在秘書里軍艦上對中國投降日 然後918 所以你就知道9月 就是有很多都有歷史紀念一一的日子 所以這個沒有處理惡化的可能性 確實存在了 那現在坦白講就變成各說各話 那岸田目前排了第一批嘛 第一批大概有17天 排了7800噸 那排完之後就要暫停 那要準備排第二批 他的時序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這裡有一種解法 就是你排完第一批 你是不是請中韓二的專家 到現場去查驗 因為你這一定要雙邊嘛 你單邊東電公布的數據 人家不相信嘛 你那個LPS多厲害 對不對 你讓人家看一看嘛 而且我覺得如果沒有透過這個程序 很難說服人 說實在了 那岸田民調已經調到34左右 李作爾從他的高點是廣島召開G7 那個時候岸田一度民調衝到50% 尤其是在日美高峰那時候 他衝到50 然後一路什麼數位身分證 哪一道亂七八糟的問題 然後這個污水排放又再跌了2% 那現在只有34% 我覺得岸田如果不及早處理 我坦白講 這個會衍生為一種政治危機 就是我就給你倒閣啊 或者說不是倒閣啊 因為自民黨多數嘛 用自民黨換 換首相來化解危機 這在過去也發生過好多次啊 自民黨常常這樣啊 所以他如果覺得解不了 那等你岸田下台是明年9月啊 那來不及啊 因為按照目前這個氛圍 這個韓國人講得很對啊 本來預期中日韓峰會有可能 在9月來促成 那現在看來 這個氛圍都不可能了啦 尤其是韓國啊 我跟你講那個 尹錫月碰到的挑戰更大 因為尹錫月在國會的席次 300席他只有115席 所以在野黨一定會在國會 向他施壓啦 尤其是李在明都已經搞到這個程度了 李在明總統大選只輸他0.8% 對 現在李在明出來 文在寅出來 韓國國會議員出來 尹錫月碰還在那邊添啊 跟添冰一樣啊 我認為他第一個就被燒到 然後接下來才是日本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 他一定要在這個首批 的這個污染水排完之後 他一定要尋求一個解法啦 不然我認為會越來越麻煩 就是日本這個案子啊 他因為現在中國大陸把他水產品全禁 那日本的外務省跟他的這個首相的這個 這個官邸啊 的發言人都曾經說過 日本要在WTO的架構下面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什麼叫WTO的架構內處理這個問題呢 就解釋空間很大了 那麼這個比當時陳吉仲的講話是更有技巧 陳吉仲說我們要告到WTO去 告的意思的話 就是你要透過爭端解決機制 結果後來陳吉仲又沒有告嘛 對不對 那日本基本上我覺得他 對不會把它提成一個 爭端解決機制的一個提告的案子 我覺得可能性蠻小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進入了這個 這個解決機制以後 日本現在處理核污水的這個所謂ALPS 他就要經過科學來檢驗 那日本現在對這個ALPS整個的機制 就是跟他的過程跟他的結果 基本上都不透明 都不開放 這是他最大的問題 如果說他要進入WTO這個 增端解決 那他這個ALPS 就要把他的整個過程 結果 公開出來 全部要公開 那如果說這個過程有很大的問題的話 那他就一定敗訴 那不是說敗訴 敗訴的結果就是說 中國大陸可以繼續進日本的海產 一年八億 問題不是這個 而是就把日本現在政府所做的決定 然後告訴全世界的人說 他排的水是核污染有 可是符合安全標準 這個謊言全部就戳破了 所以我覺得日本會很審慎 因為他們到底他們國內懂 國際貿易法的人還是比較多 我覺得日本這一方面還是比較多 所以他目前的講法是會在這個架構 那這個架構怎麼處理呢 他就會再怎麼樣 在相關的委員會提出一個什麼 貿易關切 然後要求在WTO架構 進行雙邊諮商 那通常這種案子在WTO底下 真是多如牛毛 就是基本上是對內做一個交代而已 對國內做一個交代 對於解決問題或者釐清問題 一點作用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日本心裡是非常清楚 WTO這個程序走下去 對他是不利的 所以我認為日本會走WTO 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另外韓國現在抗爭 現在是不斷的往上升 李在明事實上有報導說 他已經開始絕食了 這個絕食的話是一個很強烈的行動 顯示決心 所以我覺得會不會造成 跟現在岸田文雄在日本的處境一向 這個韓國的總統 可能也會因這個事情 可能要付出極大的政治代價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我覺得還很難看得清楚 不過這件事情在韓國是越來越嚴重 美國駐日大使他的動作是外交的動作 但是是虛偽的 為什麼 因為他在日本擔任大使 然後他跑去福島吃了福島的一些食品 可是問題就在於 美國在他的國內裡面 對福島相關地區四個縣市的 進口的農產品跟水產品卻減少 而且減少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位大使 如果真的要做一些事 你就不但不能減少 你還要增加進口 然後你要看看美國人同不同意 這件事 第二個 如果你說你支持日本 在WTO告的話 目前來講 WTO整個攤販在哪裡 就是你美國造成的 因為美國把上訴的這些仲裁法官 完全不自派 所以造成上訴法庭沒有辦法運轉 因此WTO整個攤在那個地方 日本告也告不成 也沒用 所以呢 你今天如果你真的支持日本 你就要求你的國務院 把這個上訴法官派滿補滿 讓他開始運轉 但是如果上訴法官一旦到任 WTO開始運轉的時候 你美國第一個 因為大家都在排隊告他 現在美國為什麼要讓WTO整個停擺 就是因為要告他的國家太多了 他的案子已經堆積如山 所以現在美國 他就是因為知道他要被告 被一堆國家告 所以他現在就是不讓他運轉 那你今天說你要挺日本 你就讓他運轉 我跟保證絕對不會這樣做 這個就是虛偽之二 也就是說如此虛偽的一個駐日代表 駐日領大使真的是不應該再繼續虛偽下去 第三個就是日本說我要派二階進步 他是親中派 那你二階到了中國大陸是要談說 老朋友放我們一把吧 我們要繼續排污水 你就不要再抗議了 這怎麼可能嗎 對啊 還是你要去跟中國大陸說 我們這一批排完了 就不再排了 每一個國家發佈自己認定的疆域戒圖 那從他自己法律跟憲法的架構裡面 哪有什麼爭議 對不對 也就是說他有法律有歷史 或者是有行政的這個支持 那從他的自己的角度 他發佈這個東西 難道他還在有爭議的地方畫虛線嗎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國家都是如此 印度化的地圖 有沒有可以拿出來對比一下 那就從中國的角度 你就侵犯到我的主權 我的領土主權 十段線其實是1947年民國36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所公佈的十一段線 而你知道在1947年到50年代 美國政府華盛頓政府 是支持中華民國所主張在南海的十一段線 後來中國大陸他就把靠近北越的那兩段線拿掉 然後就變成九段線 那現在因為加上台東包含台灣的這一段 就變成十段線 這個段線它不是疆域圖 它不是疆域線 它並不是說我的領土或領海到這邊 我從來沒有 不管是在台北還是在北京 從來不會這樣說法 也不是所謂的海域化界線 因為這不是跟任何其他相鄰或相向的國家去劃定的 而是自己公佈的 我個人的解讀其實是島嶼歸屬線 也就在這個十一段或九段十段線裡面的島嶼的主權 是歸屬於中華民國 那從北京政府就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國家九段的角度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來了 我們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怎麼沒有公佈這個地圖 我們的地圖在哪裡 我們的十一段線還存在嗎 是不是 當人家談到太平島不是島的時候 那事實上蔡英文政府就等於是摸摸鼻子不做任何的回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站在我們自己的這個領土主權的維護上 你的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講到習近平可能不會去就是下個禮拜六禮拜天了 9號 10號 在印度舉行的G20 我覺得大家的解讀比較放在雙邊關係 就是中國跟印度之間的雙邊關係 或者是中國跟美國的雙邊關係 因為中印最近處不太好 那尤其是這個印度上一次在主辦上和會的時候 突然大概前一個月不到就把它改為線上會議 然後莫迪結束這個線上會議之後 還到華盛頓去邀功說 你看我比較清理美國 我不會做一個場子讓就是中俄主導 但我覺得在金磚會議之後 中國其實跟全球南方國家也了解到 G20其實就是另外一個擴大版的G7 是去支持美國的金融跟經濟秩序的一個擴大組織 然後現在全球南方要求要全球金融秩序的改革 這個時候剛結束金磚國家的會議 而且擴大成員到11個國家 我覺得中國代入做一個領洋頭的這個國家 其實就不適合這個時候馬上跑去 好像去邀功 No 接下來其實就是全球南方和西方國家 針對新的全球經濟金融秩序的一個競爭的狀態 沒有結論的跡象 中方占有主動權 就是我想見你的時候我就去見 我不想見的時候你想跟我見你也見不到 你想跟我通電話也通不到 所以辦了一些國際會議 中方想要去參加他就去了 不管是像一個里拉 不管是這個阿斯本 然後或是其他的所有的這些軍事會議 那中方想去多認識一些朋友 那麼多了解一些訊息 他就會派這些將軍去出席 然後了解掌握建立他自己的友誼方 但是跟美國這個地方禮貌性的寒暄 或是跟美國傳達中方的理念 那這個都是很清楚的事情 但是如果美方在南海的軍事行動 在台灣海峡的軍事行動 你想打電話給中方 說我這是怎麼樣你不要誤會 那對不起打不通的 那麼該打就打 該撞就撞 該趕你走就趕你走 那麼該開火控雷達就開火控雷達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是一點都不客氣的 因為中國很清楚知道 美國想建立軍事溝通的管道的目的 是要來鬧事的 而不是要來讓整個區域更加的安全 是要來惹事來鬧事 讓這個地方更不安全 然後所以它要恢復 這個軍事溝通的管道 並不是為了安全 而是為了更不安全 那中方就 那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做真正的不安全 真正不安全就是你電話打不通 所以很有可能我們就開幹了 那這樣的情形下 你看美國在這幾個月反而乖了很 南海也不太敢太囂張了 台海也不太敢太囂張了 靠近中國的邊界的飛行跟航行幾乎不存在了 甚至連台灣海峽 美國單獨的一艘軍艦都不敢走了 現在九月份要拿六個國家一起來 那六個國家一起來 中國大陸在這個台海之間 如果舉行更大的海空的聯合作戰演練 那你這個六個國的軍艦不知道要怎麼飛 要怎麼走 我們還看得辦 所以我個人就覺得一點改善都沒有 那是中方佔有主動權 好 那另外有關於您提到的 中國大陸新公佈的地圖 沒有正義 但是有一些國家反對 預料 但是反對完之後 那就是反對抗議 他們保留他們的權利 但是中方不會理會 繼續走下去 也就是一寸土地都不會丟 你有提到黑蝦子島的問題 沒有問題了 因為黑蝦子島在2004年 中俄已經簽訂了協議 把黑蝦子島一分為二 西部屬於中國大陸 東部屬於俄羅斯 但是未來的東北 這些外面的這些地方裡面 未來可能要跟 看俄國要不要跟中國大陸來談 如果俄國願意談 那當然中國大陸以後再 根據愛粉條約 或是北京條約收回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 目前的情況來看的話 那中國大陸就告訴大家 台灣 韓 外島 例如說台灣的蘭嶼 綠島 也都是在斷線之內了 繼續吃嘛 但是看看會有多少改善 我們先問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還是要跟觀眾朋友 再簡單講一下 核污染水的行程 就是因為浮島事件發生 整個爐心溶解 然後幾千種放射性 就上千種就放出來了 然後由於整個設備都被高度污染 那當時就是說 有非常多的這種放射性 各種各樣的都有 然後再加上下雨 雨水 還有就是地下水 所以它就積滿了很多 一直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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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你也會加一些 一般的水去把它稀釋 沖淡 不過它事實上不是核廢水 它是已經放射性高度溶解分裂 發射出來的那些高度的污染的東西 那日本說我經過很多的處理 可是問題就是你再怎麼處理 如果你真的是這麼行的話 那早就應該拿到諾貝爾獎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放射性的東西到目前為止 在科學上還是沒有辦法證明 所以它可以經過一些化學藥劑的處理 它就這些放射性就全部消失了 然後甚至降低到很低 那它目前只能說穿跟奶 可是其他的放射性物質 它都不敢說 那當然有很多人就要求說 那就不應該只是由國際原能委員會 只檢查這兩項 應該是要開放給國際間的原能的 這些組織研究人員做普測 做全面性的檢測 日本東電都拒絕 那所以引發了這麼多的抗爭 引發這麼多的抗爭之後 我覺得美國的大使太虛偽了 美國駐日本的大使太虛偽了 請問你美國駐日本的大使 你一個人吃能夠花多少錢 兩千塊新台幣了不起了吧 但是問題就是你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美國對於福島地區的 濃水產品為什麼一直在減少 你的進口為什麼一直在減少 你現在要不要回去美國 去美國鼓吹整個美國人 盡量地去消費這些被核污染的 福島地區的濃水產品 你要不要回去 他不敢回去的 我敢保證 第二個 他說我支持你在WTO告 可是問題是WTO的上述法院 到目前為止 WTO是癱瘓在那個地方 那就是原因在哪裡 你美國不讓它運轉 因為你不讓它的上述法官派阻 所以你要不就先把上述法官派阻了以後 你再說我支持你到WTO告 很清楚 各位記得這個議題 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排放到大海的核污水 不科學 第二個 不必要 第三個 不道德 不科學 不必要 不道德 各位記得這個議題最重要 圍繞的三個 不科學 什麼意思 從頭到尾他提的這個報告 跟IEAE的報告只有川 綠色和平組織在兩年前提的報告 還有62種放射性物質 他們到哪裡去了 如果他可以把這62種都排掉 他可以到全世界去賣錢 他可以去拿諾貝爾獎 對不對 然後美國的 然後法國的 夏威夷大學的科學家 都認為這個不科學 各位各位 這個不科學 不要認為說他是科學的 不必要 你不需要排到大海裡面 以後你只要任何的問題 你跟人家談這個東西 為什麼要排到大海裡面 一句話把人家打倒 為什麼要排到大海裡面 他還有四五種其他的處理方式 不道德 你看現在 從 就算韓國中國大陸我們台灣 現在花很多錢 花很多擔心這個漁民 然後我們 持安的問題 都在做準備 不是大家都認為科學嗎 你為什麼不做準備 那我愛吃海鮮 你憑什麼剝奪我吃海鮮的權利 不道德 因此我覺得尹錫悦 很快就會被韓國的反對黨 提罷免 李在明呢 這樣子的一個絕食抗議 這個事情會越來越大 它不是一個中日的外交問題 也不是一個什麼反日親日情節 無關 這是一個人民的生存 大海的生態 我們要堅持下去 讓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民 西方的媒體支持我們 要去要求日本 停止把核污水排放到大海 我們共同的大海 嗯